從高處俯瞰盛伯多路廣場 美景一覽無遺 但能捕捉著畫面可是有代價的 時間回到5分鐘前 這沒有開放給一般民眾 我們實際帶您走一趟 一口氣走完 很多人都已經上氣不接下氣了 但是看到這美景 你就會豁然開朗 只是這個拍照點 除了記者能上來 沒開放給遊客 大老遠來玩 不只比角力 還要比心機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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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喔 好 剛剛勒 教廷只有0.44平方公里 等於兩個中正紀念堂大 但每天有數十萬遊客湧入 到處都是人 聰明玩梵蒂岡 就是一大早先來廣場拍照 早上的時候 它那個光線是比較柔和 那如果是你中午過後到下午 它變成說這個日曬很嚴重的 早上炫光拍好了美照 接著去全世界最大的教堂 聖伯多路大殿 記得別跟大家一樣 即進入大殿的入口 而是去北側通道先登原頂 可選擇用走的還是大電梯 登頂後能從圓頂向下看遊客 最厲害的就是制高點 排聖伯多路廣場 巨大橢圓形看得超清楚 兩邊長廊像上帝的手一樣環抱 看完了這些 你就可以不用排隊 進入聖伯多路大殿 這裡最著名的 是米開朗基羅雕刻的聖伯像像 鎮店則有聖彼得古銅像 教宗祭台聖提傘 上方圓頂就是剛剛登頂的位置 可是米開朗基羅晚期作品 走完這些已經用了半天 最後去梵蒂岡博物館 但記得先預約下午場次 否則又要排隊好幾個小時 掌握訣竅才能省去排隊 聰明玩 接著李英偉 黃明俊的家園 范蒂岡報導